宽容的父亲查尔斯国王将无视哈利的伤害爆发,并努力让他的交战家庭团聚。 据说这位君主对他的小儿子和他的妻子对王室的批评深受伤害。 但尽管受到折磨,查尔斯对哈利的爱胜过一切,他并没有放弃最终在温莎交战派系之间架起桥梁的希望。 知情人士说,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王室对哈利和梅根的Netflix纪录片保持庄严的沉默,并将在苏塞克斯公爵的舒斯佩尔在新年发行时继续保持这一政策。 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国王不想剥夺哈利和梅根的头衔,并且可能会及时召开会议,试图在五月加冕典礼之前弥合裂痕。 希望一旦尘埃落定,这个家庭就能够继续前进,将过去抛在脑后,一名宫廷消息人士说。 这位消息人士这样评价国王,他爱他的两个儿子,希望永远拥有一个更幸福的未来。 如果有些人可以停止关注过去。 当被问及国王伸出橄榄枝的可能性时,他们补充说,让我们看看事情会如何演变。 在Netflix的纪录片之后,查尔斯宽宏大量的态度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和宽恕,哈利指责他父亲说的根本不是真的,威廉太可怕了,王室官员对他和梅根进行了简报。 皇家作家克里斯托弗·威尔逊说,想象一下今天国王的受伤感受。 他已经两次失去了一个儿子,作为他家人、心爱的成员,以及作为温莎团队的重要成员。 哈利已经抛弃了自己,并竭尽全力破坏他父亲统治的头几个月,这是不可原谅的。 但你仍然坚信,尽管如此,查尔斯仍然爱着哈利,并欢迎他回归。 我们在主权国家身上看到了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同情迹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内心肯定受伤了。 这部纪录片引发了要求剥夺这对夫妇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的呼声。 昨晚由快报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62%的受访者认为哈利和梅根应该放弃他们的头衔。 只有25%的人表示他们应该保留他们,而13%的人表示他们不知道。 与国王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明确表示, 他不会支持想要剥夺其家族任何成员头衔的国会议员。 唐宁杰表示,首相Rish Sundak也不赞成这样的行动。 保守党议员Bob Sealy希望修改1917年的《剥夺头衔法案》, 赋予舒密院权力降低哈利和梅根的王室地位。 但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宪法专家警告说,无论如何, 修改1917年法案在技术上是困难的, 该法案专门针对少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作战的德国贵族。 在这部六集的Netflix系列剧中, 哈利证实,他和梅根在2020年1月首次告诉家人 他们打算辞去王室高级职务时, 就提出放弃他们的头衔。 昨天有人呼吁他们放弃自己的头衔和王室地位。 著名的皇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于果维克斯说, 我认为他们应该,但我认为他们不会。 他赞扬国王和其他家人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 并坚称他们不公开回应苏塞克斯夫妇的抱怨是正确的。 说得越少越好,他补充道, 资深皇家观察员间权威杂志总编辑乔利特尔 也支持他们自愿放弃头衔的想法, 但怀疑这种情况会发生。 如果他们放弃自己的头衔, 他们的货币就会贬值。 他说,事实上,尽管最初提出了邀约, 但哈里和梅根仍在继续使用他们的王室头衔来赚钱。 已故的女王不得不进行干预, 以阻止他们在退出后使用苏塞克斯皇家这个名字 作为他们的慈善基金会。 事实上,如果没有国王和政府的支持, 他们如何放弃自己的头衔尚不清楚。 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 通过议会法案或国王通过颁发专利证书使用皇家特权。 伦敦大学学院宪法部门的鲍博, 莫里斯博士说, 他们可以在实践中停止使用他们的头衔, 但那是不合法的。 同样, 要将哈里从王位继承人名单中除名的唯一方法是议会通过立法。 他摆脱自己的唯一方法是皈依天主教。 天主教徒被禁止成为国王。 消息人士称, 国王希望在没有报复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看到他的儿子们陷入激烈的冲突, 他感到非常难过。 在女王去世仅三个月后, 38岁的哈里于2020年辞去了皇室成员的职务, 这让王室感到非常痛苦。 他声称, 40岁的威廉被该机构定义, 并在桑德林厄母对他尖教峰会决定了苏塞克斯夫妇的未来。 在这个无中生有的节目中, 他补充道, 我的兄弟对我尖叫和大喊大叫, 而我的父亲说的根本不是真的, 这真是太可怕了。 而我的祖母, 你知道的, 静静地坐在那里, 全盘接受。 据了解, 74岁的查尔斯和75岁的卡米拉错过了Netflix系列, 但助手已向他们简要介绍了其内容。 国王和王后现在将在没有苏塞克斯夫妇的情况下, 在桑德林厄母度过一个安静的圣诞节, 然后在新年发布哈利的传记。 这本书名为Spare, 被描述为不是我出生的王子, 而是我已经成为的人, 并定于1月10日发行。 在政客们将矛头对准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之际, 国王深思熟虑地保持沉默, 称他们有可能让查尔斯的正式登机蒙上阴影, 并加剧公众的不满。 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使密斯爵士说, 如果他们如此不喜欢王室, 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加冕礼? 克里斯托弗、威尔逊的评论, 哈利和梅根本周声称, 他们在逃离英国时提出放弃自己的头衔, 现在是不是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的了? 数百万人观看该系列节目所表达的震惊和愤怒, 是一个强有力的迹象, 表明这将是一个受欢迎的举动, 向全世界表明这对夫妇终于与我们的王室断绝了联系。 公爵和公爵夫人向温莎公泼了泥, 但没有粘住。 他们的系列剧竭尽全力将皇家机构挖到水线以下, 但失败了。 舆论转向支持威廉和凯特以及其他皇室成员, 战斗结束了。 他们输了。 因此, 既然哈利提出或者他说他这样做了, 放弃他的苏塞克斯公爵, 敦巴顿伯爵和基尔基尔勋爵的头衔, 现在有什么能阻止他发生呢? 答案是, 相当多。 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议会通过一项涉及两院政客的法案, 其中一些人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四面楚歌的王室成员进行猛烈抨击。 更重要的是, 王室必须向议会提出取消公爵头衔的理由。 这将涉及非常公开的重播哈利的抱怨, 并详细解释为什么国王和他的家人认为他对他们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这两个方面, 这样的行动都会凸显皇家机器中明显的弱点, 这是查尔斯国王几乎肯定希望避免的。 无论如何, 从他的沉默和不作为来看, 国王不想再伤害这对离家出走的夫妇, 据他们说, 自九月上任以来, 查尔斯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温和的外表, 慈祥, 迷人, 且平易近人。 如果他要残忍地剥夺儿子的荣誉和尊严, 这可能会削弱他在国际上的形象, 而且, 考虑到Netflix系列已经造成的损害, 尤其是在美国, 查尔斯几乎肯定更愿意将任何决定留给哈利。 即使哈利放弃他的头衔, 他仍然是一位皇家王子, 有权在他的余生中称自己为哈利王子。 在这种情况下, 梅根将成为哈利公主, 所以这对夫妇永远不会像他们的批评者现在热切希望的那样成为温莎夫妇。 鉴于此, 很明显, 梅根是婚姻的推动力, 他真的希望哈利放弃他的头衔吗? 我们都知道答案。 自从他们抵达美国后, 他就称自己为梅根,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他只有在与哈利离婚并有新妻子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头衔, 或者如果丧偶, 他的儿子阿琪继承了他父亲的头衔。 所以, 他的实际头衔是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一个他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的品牌名称。 他不会是第一个为保住自己的头衔而奋斗的人。 最后一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原名奥古斯塔, 莫里夫人, 他在200多年前嫁给了乔治三世国王的第五个儿子奥古斯都, 在婚姻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留着这个头衔, 尽管国王一再要求他放弃这个头衔。 他花了很多时间才说服他, 包括获得另一个头衔, 并在他的余生中获得后门付款作为奖励。 在他本周接受电视摄像机采访后, 不难想象公爵夫人会进行类似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他对梅根如此幸福地嫁入的家庭的抱怨清单, 所以也许最好让这件事搁置。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最少的事情很快就会好起来。 他的想法得到了保守党贵族大卫梅乐的认同, 他说他们不应该来参加加冕典礼, 他们绝对不应该来, 他们通过在河下游卖家人来赚钱。 我认为应该明确表示英国人民不希望他们在那里, 他们是一对悲伤的人, 他们在目前的道路上没有希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